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就是想来感谢你 谢我 谢我什么 当然是你 那你让知晓给顶峰注资的事情 我和凌云 等等 注资什么 什么注资啊 我没有让我哥给顶峰注资啊 怎么 一不知情 这 这不可能 我想 你不想让我欠你人情 不过可可 真的要感谢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 如果有人偷偷给顶峰注资 那来感谢的 不应该是陈灵芸吗 为什么是你 如果你只是去帮她的 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她现在所走的路 都是我以前走过的 她所经历的困难 都是我以前所经历的 她现在有你在她的身边 那我呢 可可 我知道你辛苦 其实 我不想做一个小气的女人 我故作大度 我劝你去顶峰帮她 我可以离开和顶峰的竞争 我只是不想让你为难 但是你知道吗 爱情都是自私的 我也希望看到你 能够时时刻刻的 一直在我身边 能够全心全意地帮我 而不是 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注资 你就这样冒雨跑过来 跟我说感谢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 我只要 别说了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说 周可可 我爱你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的心了 原来我早就已经爱上了你 可可 原谅我再自私一次 凌云她是我的亲人 我的妹妹 等我帮她渡过这个难关以后 我就会全心全意地爱你 守在你的身边再也不离开 可可 可可 原谅我 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么多对不起 好吗 好吗 好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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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恒 不是 你怎么在我们家 我 你还穿我的衣服 这 你 你不是吧你这个 啊 什么情况 我去 哥 不是 你们俩在家干吗 哎 我能带人回来 你带 怎么回事 说什么呢 我们是因为在外面淋湿了 我怕喜欢赵亮 所以才把你的衣服给他穿的 俱畅 不好意思啊 等我洗干净以后 我再给你送回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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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就送你了 怎么了 我的天哪 你穿我衣服 好看 时尚 特别的棒 得亏我回来了 不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哥 胡说什么呢 我 我没胡说呀 那个 你看 我也淋湿了 我得去换个衣服对不对 不怕湿身 就怕临感冒 周超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好好好 我妹是吧 今年二十四岁 美丽大方中生可爱 而且没有家族并死着 我们没有什么结婚的习俗 一点简单大方 够清楚了吧 哥 你再胡说我 我可要打你了 不是这件事情啊 那 那什么事 我是想问你 给顶封注资的人是谁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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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那么多比切啊 给我说清楚 他 他 他没跟你说啊 那我觉得应该他自己说对不对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你就给我滚出家去 滚出家 你跟我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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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末后的人到底是谁 那儿事情 你自己说我肯定的 我怕你们了 这个人呢 就是傅义泽 果然是义泽哥 接下来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就需要黎明自己去面对 傅义泽 傅义泽 怎么了 我问你 周志超的注资是不是你给的 这么快就把我出卖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都跟你说过了顶峰是顶峰 我不希望你为了帮助顶峰而绑架剧业 而且你跟你爸才和好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让你们再产生误会 所以你急匆匆跑进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事 还不打算跟我说成谢谢 是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这笔资金并不能彻底地改善我们顶峰的处境 只是多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而且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你跟其他股东商量过吗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当然 剧也不可能出手 出手的是我 这笔钱跟剧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属于我私人的 你私人的 那就更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不需要啊 因为我相信你 那好吧 我接受 但是合同必须要修改 多加两成的领域了 我们之间一定算那么清楚 我怕现在不算清 将来就还不起了 什么还得起还不起的 你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还不是听你的助理说 你把房子都卖了 我这不就赶紧回来了 我助理 这是什么情况 他把房子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你别插嘴 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我 一泽你也真是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陈小姐有权利知道 陈小姐 我能叫你凌云吗 当然可以了 凌云 你知道我们家一泽 都为你做了什么吗 非常事业 他完全可以加价抢回来的 可是他呢 主动放弃了 丰华集团 赵震的问题 也是他上报的 他是怕你们合作 出现问题 那顶峰就真的走上绝路了 还有就是 他 拿出他所有的积蓄来帮你 现在呀 连房子也都全卖了 他跟他的助理说 他要倾家荡产 娶媳妇 可是他想娶的那个人呢 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你说我们一泽 是不是太傻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以为你的脾气我不懂吗 要是我跟你说 你全体会答应吗 谢谢你啊 阿姨 要不是你告诉我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 对了 真的是我助理 他给你打的这个小报告 不是的 是你爸担心你 让我问问你助理 他就跟我说你卖房子的事 你爸说了 让我回来帮帮忙忙 你正给他未来的儿媳妇打工呢 那 爸他的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 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要想痊愈 还需要治疗的嘛 不过他说了啊 他要回来亲自主持你和他的婚礼 说真的 阿姨啊 谢谢你 你不光是照顾我吧 而且还替我的视潮心特地飞回来 真的谢谢你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有些忙呢 我就可以帮 可是有些忙呢 我就帮不了了 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要抓紧时间呀 凌云 我先走了啊 嗯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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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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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他们 我们下车 那 如果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你 问我 我们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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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手腕也都像我 所以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他呢 已经啊都向我汇报了 剧业集团呢 已经步入正规了 而且呢 他又谈了几个潜力十足的项目 所以你就不要牵挂了 你这是夸他呢 还是夸你自己呢 不过你说得没错 一则重情这点最像你 一则重情这点最像你 慧容 慧容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你的关爱 你的善良 你的坚持 你的守候 让我获得了重生 我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一定要为你而活 我要一直一直守候在你的身边 照顾你 爱你 我的父太太 我想这句父太太 等我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成了父太太 也成父老太太了 不老不老 一点都不老 你在我的心里啊 永远是那么的年轻 那么的漂亮 我还是听不惯你 说这些甜言蜜语 你还跟以前一样 那么霸道 那么健康 就好 你看看 我现在身份不很好吗 医生都说了 我恢复得很好啊 你是在康复 但是你还没有权利 难道你不想回去主持 你儿子的婚礼吗 哎呀 我当然要回去啊 所以啊 所以你要听医生 当然还有我的 好好好 父太太我遵命 对了 启明快出来了吧 还有多长时间啊 还有三个月 没想到这两年你真的等下来了 哎 启明出来之后 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 什么事儿 你要是赶紧回家啊 嗯 马上就回家 哈哈 你想干嘛呀 你 哎 你少调干我啊 对了 你跟周志超的事情怎么样 这两年 他就想完全病理人事的 这可都因为你啊 要不然你就考虑一下他 他挺不错的啊 两年都过去了 两年都过去了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会不知道呢 哎 可是这高翔 连个电话都没有 说不定 婷婷 怎么了 对了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最美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汉 小汉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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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来 来吧 来了 爸 来吧 见风 妈 妈 我好想你啊 晓风 晓风 妈不好 我这个儿子 都是妈错了 妈 不要哭 你能回来就好 我是你儿子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妈 妈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又不是一个好太太 是啊 你不是个好太太 你更不是个好母亲 但是你生了个好儿子 他为了你 四处跟人道歉啊 祈求别人对你的谅解 好了 从现在开始 再也没有人 会因为你过去的事情 来责怪你 包括我 我 我最喜欢 我以后会守在家里 做你好太太 好啊 公司的事情 就让他们年轻人去折腾吧 嗯 妈 妈 这两年 我有认真地帮姐姐管理顶峰 顶峰现在 慢慢也步入了正轨 妈 但是我还想追求我的音乐梦想 这一次 你可不可以不要反对我了 反对 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妈 妈 小海 那个 竟有个护鱼呢 我想跟他们当面道歉 哦 年轻人呢 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忙 嗯 等改日我们再一起聚 今天呢 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团聚 一家三口 就我们仨 没别人 好了 老婆 医生都说了 你现在状况特别特别好 都可以你一直在身边照顾你 哎 也不知道顶峰现在怎么样了 巨野地结顶峰 我现在都达成战略合作了 一切都很顺利了 你就别操心了 那就好 嗯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傻瓜 这么多看不出来啊 真的 刚检查出来的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没事儿 我是快指教宝宝 你吓死我了 怎么会啊 你摸摸 这我还没写出来呢 走 走 郑小姐 家里进我的办公室之前 请先敲门 那你以后来我家也要先敲门啊 我上次是一枚给你送夜宵的 我这次来是给你看完见的 看看吧 这一期的报表呢 顶峰的利润 已经超出了以往最好的一年 我成功了 顶峰走上了新的辉煌 我带领的 那这么看来 为了婚房 就那么拼啊 看来我的那家公司也赚大钱了是吧 那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吗 你还不求婚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追我的人可是无恙无恙的 万一我要是没把持住 那你可得回家哭去了啊 不不得太多了 我仅想给你看完 那你太过了 那你得到你了 你不得了我 那你不得了 那你不得了 那我把你带走 那你不得了 那你把我们想回来 我这就不得了 你不得了 那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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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你看 我觉得我们还是去巴西吧 在巴西可以看足球 而且今年是奥运会在哪开啊 我觉得我们去新西兰吧 我想看这里的大草原 什么大草原 你不是去过那个呼伦贝尔吗 难道那儿的草原不大 也是哦 那你那巴西有什么好玩的热死了 不过我看 最近小兰她怀孕了 我们还是别出去吧 现在才刚刚三个月了 等我们逛圈回来还不知道有没有事 你们开机 爸 妈 你们就别在我们一起训完爱了 要不然的话 下个月我跟可可去美国 你们也跟着一起去 去美国 不去 你们是去工作的 我们去改吧 是啊 那好吧 你们继续训完爱啊 我走了 哎 你上哪儿啊 我要去带可可试魂纱去 奶奶 你不用等我了 嗯 好 好吧 嗯 这边不错 这边怎么样 可可可 我觉得这件不错啊 这件的款式还比较新一点 好啊 那我就试试看这件呗 好 麻烦你帮我把这件试一下吧 嗯 好 我在这儿等你 嗯 纸头 负责 你怎么带这儿 我来陪李云试魂纱 这么巧啊 可可也在 这也太巧了吧 来 坐 等一下 那个 我有件事 想要拜托你帮个忙 什么事 这我希望带回 李云出来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看见他穿婚纱的人 没有别人 可以吗 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那这样 一会儿可可出来 你也回避一下好不好 这个 好 应为定 请问 我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二三 我们一块发合 一二三 可可 可可 把手给我 林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林云 我觉得我好幸福 我也是 可可 你真美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